感谢主请坐 一切的荣耀 掌声都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神 因为唯有上帝配得一切的荣耀 唯有上帝配得一切的敬拜和赞美 今天我们如果还活着 谢谢你们 如果今天我们还活着的话 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敬拜赞美神 真的我们都要来敬拜赞美我们这位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这口气息 我们能够活得多久 不晓得 所以你随时随地真的要预备好你自己 随时见主耶稣基督的面 好好的预备装备你自己 因为这世界上有一天 你离开了你什么都带不去 真的你什么都带不去 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思考思想一下 今天我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而活 我要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吗 我要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尊贵吗 是的话真的对了 因为我们一生劳碌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要好好去思想一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敬拜 我们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祂的圣殿中敬拜赞美祂 因为教会存在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来敬拜 这位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是细在尽在永在全能的父神 所以今天如果祂是这么真 这么真这么真的神 我们真的是要以心灵诚实的来敬拜祂 活出我们真正的 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来 我们不要整天跟神要这个要那个 要这个要那个 请问一下神要的 我们有没有做得到 我们是不是很自私 整天跟神要这个要那个 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 主你要这样主你要那样 那么神要求我们的 我们有没有做给于神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思想 好好去思考一下 我今天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为了赚世界的钱吗 因为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 人若赚到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那我们今天来 闭上我们的金 我们来祷告 决叔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拣选了我们 从黑暗的国度 拯救我们 进入到你光明的国度 从我们悲见 从我们在你 在这个罪恶当中 你拯救了我们 祝我们 祝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祝你 祝你到辰肉身 祝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祝你救赎我们 脱离黑暗 脱离黑暗 就是要跟你一起的活 祝我们不单止是要成为 做工的人 祝我们要成为你的同工 跟你一起的同工 跟你一起的做 祝我们 祝我们 祝我们属灵的胃口 祝我们 让我们属灵的胃口 不断地被你打开 让我们从 自己里面 进入到你的敬意里头 祝我们 每一时 每一刻 思想 你的话 祝你说 当我们走夜 思考默念你的话 我们这人 变为有福 祝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只是要你的福 但是我们不要你 祝求你怜悯我们 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赦免我们一切的自私 赦免我们自以为 是自以为义 祝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 有一个聆听的耳 受教的心 谦卑的心 祝你谦卑以至于死 却死在舌架上 祝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老我 天天跟你同钉 在十字架上 使到你的生命 你复活的能力 不断地复辟在 我们的身上 使到我们 能够比我们的敌人 更加有智慧和聪明 主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却让我们的敌人 塞我们 神啊 求你引导我们 让我们看见你 这位伟大的救主 创造万物的神 创造万物的主 主让我们 越来越多认识你 等我们越多认识你 越多明白你的心意 我们比我们的敌人 更加有智慧和聪明 主耶稣 把你的灵气 吹进我们灵的深处 让我们成为 你有灵的活人 谢谢你耶稣 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 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主我们谢谢你 去年晚上 你亲自掌权 无论是在实体 无论是在线上 主 你的灵都动 美善的工作 使得我们 从自己里面 听见你的经意 谢谢你耶稣 祷告 奉耶稣的名 祈求 Amen 去年我跟你们分享的 做贵重的器皿 保罗成在罗马书 九章二十一节说 姚将 难道没有钱柄 从一团泥里面 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 又哪一块做成 卑贱的器皿吗 这经文告诉我们 器皿的贵重或卑贱 在乎造他的姚将 也可以说 人生来是什么器皿 或说我们的畜生 家庭的环境 都是我们无法 选择的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说 在大富人家 在大富人家 不但有 精气 银气 也有木气 瓦气 有做贵重的 有做卑贱的 以前我们还没有信耶稣 我们就是活在卑贱里头 在大富人家 就是教会 也有精气 银气 木气 瓦气 每个器皿都有它不同的用处 就如信心 恩赐 才能 各不相同 各有它的用处 各人的灵 属灵的程度 也不一样 对主的忠心的程度 也不一样 保罗用这笔意的目的 是在讲述 器皿有着不同的价值 精气 银气 木气 瓦气 神注重 器皿 内在的价值 也超过它外面的用处 更重要的是我们愿意成为 什么样的器皿 在提摩泰后书二章 二十到二十六节 欠勉中写戏 在主的眼中 什么是归中的器皿 让我们一起来读 无论是你在实体的 无论是你在线上的 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让我们从自己里面 祷告神 开窍我们 能够不断地进入到 祂的精益里头 自己叫人死 心意叫人活 让我们的生命活 出神要我们活住的生命来 真理不是拿来定人的罪 真理乃是 在你的生活中 你怎么用应用出来 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本 活的圣经 我们要活住 神要我们活住的生命来 讲多没用 实际把你的生命 行出来 活出来 使到人能够看见 在你的生命中 有一位活的神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 二章二十到二十六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 在大物人家 不但有精气 瘾气 也有木气 瓦气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 人若自杰 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赫夫主用 一辈行各样的善事 你要逃避少年的失忆 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 和平 唯有那一作 无邪问的辩论 总要拒绝 因为知道这等事 是起真心的 然而主的仆人 不可真心 只要温温和和地 对地带种人 尚于教导 纯心 忍耐 用温柔 劝见那 抵挡的人 或者 神给他们 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 真道 叫他们 这已经被 魔鬼 任意 掳去的 可以 醒悟 脱离 他的 网罗 保罗鼓励我们 应当追求 做贵重的器皿 因为神的家 是大 富 人家 只有贵重的器皿 才可以与大富 支撑 支家 相撑 这是 这就是 比喻的 目的 如何成为贵重的器皿呢 贵重的器皿 有什么特征 第一 要自洁 跟我一起说 要自洁 神要我们自洁 神的话 很清楚 告诉我们 在二十一节 和荷本里头 人若自洁 脱离 悲 贱的事 就必做 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和服主用 以备行 各样的 善事 言文之意是什么 所以若有人 自洁 竭尽自己 所以若有人 竭尽自己 脱离 那些 悲 贱事 就可做 贵重的器皿 成圣 和服 主人 使用 准备好了 为了 各样的 善功 神要准备我们 预备我们 行各样的 善功 如果 神要把我们 从 被剑里面 脱离出来的话 请问一下 你怎么样 去 活出 神要你活出的生命 去行善功 讲没两句 你就倒了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神要用我们 这个人 神一定要 挤压我们 这个人 橄榄不压 不会成油 奶大不压 不会成高 葡萄不压 不会成酒 如果我们 这个人 没有被破碎 没办法 更大使用 不要一点点 就要死 要活了 亲爱的 难道你的生命 是这么脆弱吗 讲两句 你就倒了吗 那么主耶稣 为你死 付出了死的代价 那个代价 去了那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灵 要不断被 苏醒过来 我们不要再 劳碌 忙忙忙 忙什么 我们真的 要脱离 卑贱 我们就能够 做贵重的 器皿 成圣 赫福主人 使用 准备好了 为了各样的 善功 还有很多的工作 还没有做完 如果还有很多的工作 还没有做完的话 你我整天看来 看自己 看来看去 只是这个 绕圈圈 问神 你让我认识你 你招了我 从黑暗进光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不要整天 只是跟神 要 请问一下 如果这位神 这么伟大 这么爱我们 请问 我们有没有 问神 神 我能够 为你做什么 你准备好了吗 我一生活着 我要在神的命定里面活 我要做 我要做 在神的旨意里头 我要讨喜悦 我要讨神的喜悦 人 你我都是人 我所做的 让我们讨神的喜悦 所以我们要自觉 在新 新叶圣经 只用两次 自觉 第一处 就是讲 就在提摩太后书 第二处 就在哥林多前书 五章七节 和二本 你们既是无教的面 应当把教 旧教除尽 好使你们成为 新团 因为我们 预约 的羔羊 基督 已经 被杀 献祭了 如果主耶稣 已经献祭了 为你死了 也为你复活了 我们要把旧教除去 不要整天活在我 我的感受 我的感觉 我 我要死 我没有死的话 就是整天你讲我 我讲你 你讲来 我讲来 讲去 这样我们跟 信主跟没信主 有什么两样 没两样 真的没两样 言文的质疑 你们既然是 无教的 旧当除去 那旧教 好使你们成为 新团 因为我们的 一夜羔羊 基督 也被杀 献上了 如果主耶稣 为我们献上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的生命 为神而活 为神而活 当你信了耶稣过后 神会光照你的生命 光照你的生命 光照你的生命 让你看见 原来你是一大堆问题的人 今天当我在跟一个姐妹 在谈的时候 她讲 我的生命以前 是很糟糕 一塌糊涂 以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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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讲到我 你讲到我 你就死定了 她在笑了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什么 你的老我 悲贱的生命 这就是悲贱的生命 我们以为 哇 很了不起 大声跟人家吵 大声跟人家闹 到处惹事情 我以为很危水 其实这就是悲贱的事 当你信了耶稣过后 你往后看一下 哇 原来这么糟糕 因为唯有耶稣 让你看见 你的生命 当神的灵光照你的时候 你才能够醒悟 哇 以前我的生命 是这么多脚 不断在发 发 发 发到你不清不楚 当你认识了耶稣 耶稣让你看见 原来你就是问题人物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 我们这个人 有很大的问题 一直只是讲别人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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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了 今天 我们要除夕 我们生命的教 这悲贱的事情 要除掉 整天讲人家的四杯 这些教要除气了 整天指指点点别人 这些教要除气了 问你自己 你好到哪里去 神要我们自觉 自觉原文的自译为 除境 最清楚洗净的意思 教通常是邪恶的代表 是腐败 最不洁净的 所以其他的发酵的东西 也是腐败和不洁的 耶稣用教来形容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 腐败 教义 和他们的虚伪 亲爱的兄姐妹 神不要让我们活在虚伪里头 神不要让我们活在假面具里头 躺荡荡地面对 你自己 如果我们今天不面对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以为可以逃 逃 你考五年 第六年你还是要面对 逃不过的 有一天会曝光 隐瞒的是 会显现出来的 不用你去显现 神会显现 因为我们牧羊的时候 我们看见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 我不会带着有色眼睛看住它 不 我为它祷告 我祷告神 让光光照它 让神引导它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但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他都知道他是罪人了 他都知道他已经做错了 但是我们不要再撒盐 我们祷告神 帮助他 引导他 怎么胜过 怎么突破 我们不要让人说 这教会太圣洁了 我们没有办法进来 亲爱的 我们现在真的是像这样子 太圣洁了 有罪的人来 每个人带着有色的眼光 看他 这样请问一下他哪敢进来 他都不敢进来 因为你们太圣洁了 你们没有罪 我是有罪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扮演这种角色 这种角色不是上帝要扮演的 是法利赛人 撒杜盖人扮演的 今天你要成为法利赛人 撒杜盖人吗 是的话你继续扮演 有一天你上到天堂 进不了 因为神用这比意 在提醒我们 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不要带着虚伪的心 所以保罗说 要把旧教除去 旧教是旧生命的本质 道德上的败坏 道德上的腐败 因为一点面教 能够使全团发起来 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 有人与 序母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 哥林多教会 竟然容忍这样的邪恶 在教会里 若不好好处理 这罪会在教会里 时常破坏 教会圣洁的见证 今天很多谈恋爱 对吗 那么请问一下 你自己知道 你们有没有发生关系 那么你出去旅行 请问一下 你们是个别 各自一间房间呢 还是两个人一间房间 好好去思想一下 当我要讲别人的时候 问问我自己 我圣洁到哪里去 好好去思想自己 当我要讲别人的时候 我本身呢 我本身有没有按照神的圣洁 按照神的真理 而去做呢 神的真理说什么 我有没有前盘照收去做呢 如果没有的话 好好想一下 当我要讲别人的时候 我又是怎么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真的 明白真理 了解真理 使得我们清楚知道 怎么样引导我们的羊群 怎么样教导他们 怎么样保护自己 除去 旧教 使我们成为圣洁 基督徒当有的新生命 因为一夜节的羔羊 基督已经将我们赎回 我们怎么样应用呢 如何将旧教除去呢 跟我说 靠耶稣的宝血洗尽 请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 人若自杰 脱离被剑的事 犯罪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赫夫主用 一辈行各样的善事 第一点 我要自杰 第二 要逃避 要逃避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在和赫本 你要逃避少年人的事 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 和平 言文的字 然而你要逃避那些少年的事 但要同那些用清新求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 爱 和平 保罗提醒年轻的提摩太 要逃避 少年人的事 保罗懂吗 懂 他知道少年人有很多的事 男女 男女 情情爱的关系 男女 永逸受私益 引诱 欲望高 节制能 节制的能力 软弱 如果今天 我们继续这样子放下去的话 请问一下 我们的教会是什么的教会 这是圣经说的 不是我说的 也不是我写出来的 圣经说什么 你如果很软弱 你去找那能够清新祷告的人 一起的帮助你祷告 对罪 我们要采取 主动去逃避 跟我说 主动去逃避 而不是被动式的抵挡 抵挡是当仇敌 以各种方式来攻击我们时 我们需要抵挡他 我们要抵挡他 如果我们不抵挡他 我们让罪不断地 控制着我们 挟制着我们 那么主耶稣为你死 为你而复活的能力 去了那里 圈经姐妹 我们真的好好去思想一下 上帝教 保罗教导提摩太 要逃避 逃避是不允许自己 陷入试探里 不要故意制造机会 故意去一道试探 然后才抵挡试探 所以如果你在这私益里面 诱惑里面 你不能够抵挡 你不要两个人去黑暗的地方 如果你把两个人放在黑暗的地方 是不是你在试探你自己 他说过 神啊我要暖落啊 亲爱的 这是你自己制造麻烦 你要学习逃避 回归真理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鼓励 读神的话 读神的话 神的话就是你脚尖的灯 路上的光 没有人教导你怎么逃避 但是圣经教导你怎么逃避 因为你还没有结婚 你不要害人害己 你用负起责任的 你不能够说 我乱乱吗 就这样算了吗 亲爱的 好好去深思一下 既然你认识了神 去明白真理 去把神的话语读多一点 我告诉你 我信了主过后 我们每一天查经 查经 查经 一节一节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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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到现在 我们还在读神学 我不是说 我懂了很多 我不用再懂了 不 学生牧师也一直在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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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神的话语 清楚神的真理 明白神的真理 明白神的奥秘 不是你信了耶稣就是了 你明白神的吗 你认识这位上帝吗 你不认识 你怎么跟人家讲耶稣 我妹妹们也是在读神学 她不是说我知识 认识神了就算了 我要清楚知道 这位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 在真理说什么 要信都信得真 要讲就讲得真 要活就活得真 不要虚伪 活出你真的自己 活出耶稣的生命来 当有一天你建筑的时候 你欢欢喜喜的建筑面 亲爱的 你的根杂的纹吗 你的根杂的身吗 不要一点点就 不要 越多认识神的人 越谦卑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这位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 我们骄傲不来了 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神抵挡骄傲的人 当你有读圣经 你有看到耶稣 对吗 圣经很多时候 淌荡荡的写出来 他都知道 人很软弱 他懂 因为他是神 你骗不了他的 你有多软弱 他都知道 他不是不知道 因为他创造你 他比你更了解你 你要骗他 我们要骗神 我们是个大骗子 你知道吗 因为他创造我们 耶稣 逃避情义的试探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读耶色 如果你真的说 主 我很软弱 你读 十多篇 耶色的故事 我告诉你 一定会有亮光 一定会启示 一定有能力 一定会有恩高 告诉你 怎么去突破 怎么去生活 因为神不会让你 继续在罪里面打转的 没有的话 会为你死而活 而活来做什么 他就是要让你去战胜这一切 死了复活 主耶稣是 出死入生 我们是出生入死 不一样 雅各书四章七节 在和合本里面 你们要顺服 神 误要 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 就必离开 就 就必离开你们 所以你要去抵挡他 你不抵挡他 你整天就是活在的罪里面 享受在罪里面 请问一下 他肯定 控制瑕疵的你吗 你抵挡他 他要 离开你 跑跑了 少年人的诗意 不单止男女方面的情谊 也包括 吃 喝 玩 乐 放纵肉体的事 一切不符合圣经的各种幻想和欲望 停写去行事 不要 不受教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受教 知道一点点 乒乒乓乓乓 是不是 谁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受教的心 神是创造万物的救主 创造万物的救主 我们比他更有智慧吗 谁让我们真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让上帝引导我们 指教我们 这里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 他每次走过邻居的西瓜园 他总有莫名的冲动 想偷吃 后来他信了主 他明白 贪恋是不对的 但是 每次经过西瓜园的时候 他总是 蠢蠢欲望 然而他说 我虽然 无法禁止自己 垂挺三折 但我却可以 叫自己的腿 跑得快些 免治自己 陷在那试探中 对吗 我慢慢走 我不如 赶快快跑 我就不会想到 要去偷吃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知道 你有在这一方面的软弱的话 不过你在哪一方面的软弱 你要提醒你自己 我不要把我自己放在试探里头 我要选择 逃避 最近有同样的诱惑力 你选择逃避 试探 还是 让自己 陷入最终 你的选择 今天你信了主 五年 为什么生命还是一样 亲爱的 你认真来到神的面前 神的光会光照 因为你我信的神 是活的神 你我所信的神 是改变生命的神 这事是真的 从我信主到现在 我紧紧抓住 主不断地光照 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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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见我自己 使得我们的生命 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使得我们的生命 有同理性的生命 今天很多人 是真的没有同理性 痛不是自己 当痛是你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跳 是不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 有慈爱 有怜悯 保罗提醒年轻的提摩泰 要逃避少年人的私益 提摩泰可是是教会的领袖 今天 如果你是政府组长 你是不是领袖之一 是吗 如果你是长子 你是父母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领袖之一 是不是 是的话 我们要逃避 逃避 逃避 逝避 这不是只是少年人 连长者都一样 都会面对的 今天 神在提醒我们 要选择逃避 然而 他也有可能会 因为人的私益 试探而跌倒 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 提摩泰会不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会 保罗在提醒 如果在你的身边 有人提醒你的话 你要感谢 你不要说 你的罗嗦 你要讲几次 还不够吗 够了 好了 如果当他们不讲你的时候 你有过了 你真的有过了 因为你看不见 很多人是谁说 他在骂我咯 你看他在骂我咯 讲个骂 还分不清楚 今天我们要祷告神帮助我们 然后我们真的有个聆听的耳 听 听 要带出什么 听 要表达什么 所以 结交什么样的朋友 朋友的作风 主事带人的方式 对事情的看法 灵性上的追求 都会不知不觉影响你 所以 你需要做选择 我们要来超念 神的话语 不单只是听 听了 你要怎么样超念 在你生活圈子里头 要与清新祷告的人 一同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 和平 我们来看公义 公义 学习在处事上 不逊私事 信德 超念信心上的成长 胜过世界的信心 超念信心上的成长 胜过世界的信心 仁爱 超念活出 阿嘎贝的爱 这个爱是要活出来的 不是用嘴巴讲的 你要行动行出来 和平 成为死人和睦的人 这就是神要我们活出来 行出来 在你的生活坚持 你是成为死人和平的人 可是你散播谣言 散播是非 这边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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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们听了 原来你就是这样的 整天讲我的是非 亲爱的 我是死人和平的人呢 还是我是死人 整天吵架的人 怀疑来怀疑去的人 你自己去想一想 今天我要建造什么 我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呢 我要成为卑贱的呢 如果我要成为卑贱的 我整天散播谣言 散播自卑 给一人 如果你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呢 你成为和睦的使者 当别人跟你讲这样这样这样的话 你要讲 你爱他是吗 为他祷告 没有的话 你跟他没有两样 活出卑贱的生命 你要选择 你要成为卑贱 还是要成为贵重 今天我告诉你了 贵重的话 你要活出公义 信德 仁爱 和平 卢丹尼里三个朋友 他被掳到巴比伦 巴比伦是一个彻底奉行 依教道德体系的国家 因此他们受到教导 都是违背神的律法和公义 而这四个年轻人 这四个是年轻人 却立志 不以王善 玷污自己 将自己 分别为圣 不受 玷污 不被 同化 坚持 自己的信仰 今天你坚持你自己的信仰吗 还是你随波逐流 今天在庆明界 为我参与一份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亲爱的 我们的生命要被分别为圣吗 要不要 不受玷污 不被同化 坚持自己的信仰 告诉人 我信耶稣了 我受洗归出主耶稣的名下了 难道耶稣不见得光吗 耶稣见得光吗 亲爱的 所以 当你里是个朋友 他是在异国 活出 永神异人的生命 与见证 今天你我 有没有活出 永神异人生命见证呢 他是在各世界上的时候 我的同事都是这样 所以牧师没有办法 没有的话 我赚不到吃 亲爱的 弟兄姐妹们 去思考一下 如果你认识你的神 是创造万物的救主 创造万物的神 你还怕什么 你的信心到底在哪里 你认识你的这位神 是在哪里 你是卑贱的生命 还是贵重的生命 你自己选择 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如果你没有办法生活 去找清新祷告主的人 是不体贴肉体 不顺从私益而活的人 是爱主的人 是爱主的人 要选择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追求属灵 品德 长进的人 如果你跟一个没有品德的人的话 你的生命也一样没有品德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你的选择 你没有办法怪别人 神给你自由的意念 做选择 做决定 今天如果我认识了这位神 我要清楚明白他的真理 真理必叫你得自由 真理不是要让你活在罪里面 被罪滚绑 不是要让你活在罪的享受里头 神要让你活在他的光中 在光中行事 第三 做贵重的去民的特征 要去决 第一个要什么 要什么 要自决 第二 要逃避 第三 要去决 再跟我说 要自决 要逃避 要去决 二十三 决到二十六决 唯有那一座 无学问的辩论 总要去决 因为知道这等事 起真净的 然而主的仆人不可真净 只要温温和和地 待众人 善于教导 存心忍耐 用温柔劝结那抵挡的人 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叫他们 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 可以醒悟 脱离他的网络 保罗教导提摩太 对待众人 在二十四节里面 对待众人什么呢 不可真净 忠心传道 不要像传一端一端者 常一人 争论 第二 温和以对 宽厚 温柔的态度 好像慈父 对待儿女一样 第三 善于教导 要按正义 教导正义 追求在教导的恩赐上 有掌经 如果我们是正部组长 正部组长 牧者 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 不断杂根 不断追求 如果你没有杂根 你没有追求 请问一下 你怎么样教导真理 不是你信 我成为组长了 我要查经 我就查 我不喜欢不查 不可以吗 那么请问一下 你要把人带到哪里去 你要把人带到哪里去 第四 纯心忍耐 以忍耐的态度 应付所临到的事 这就是 对待众人 当我们牧养 在小组里面 我们牧养 我们要以这四个方面 不要跟人政变 忠心传道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真理 当他问你多几个问题的话 你很烦啊 不要问这么多可以吗 亲爱的 他问你问题是好事 因为他一直在追求 一直在追求 如果你不追求的话 你说他很烦 因为你不会回答 你要感谢主 因为什么 因为他追求 所以他一定有很多问题 问你的 问你的 所以你要巴结他 好过他外面弄乱吃草 你跟他 停停停停 你不要再查了 你很烦 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 你有问题 亲爱的 你有问题 他要查真理 你不要给他查 他问你 你不懂 不用紧 我查了清楚 我再跟你讲 面子之不得都好欠 放下谦卑 第二 对待 抵挡的人 25 26节 用温柔 来牵戒 抵挡的人 可能你在小组里面 有一些人 喜欢毒你的 那么你说 你不要来我小组 你去别的小组 我这里不还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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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可以吗 可以吗 不可以 OK 目的 慌望他有悔改的心 明白真理 归向神 现在可能他一直动你 不用紧 主我感谢你 你看得起我 主你把它放在我当中 你要我怎么做 我不是把它替给别人 主你要我怎么做 你要扩大我原谅吗 你要扩大我的爱心吗 你要扩大我的忍耐吗 主 帮助我 帮助我 亲爱的兄姐妹 在我的牧羊当中 如果这个羊有刺的 我不会让它去跑去别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它已经有问题了 我如果再跑 跑去别的地方的话 就等于我在 另外一个小组有问题 亲爱的 我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天我要跟神交账 神把这个人带到我面前来 神有功课要我学 我不是把它替给别人的 这是什么 这是你不负起责任 不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这只羊告诉我 牧师我要去其他的地方可以吗 他说我不可以 你就是要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我要看见神有功课要我学 我不能够解决的 我丢给别人 麻烦的我丢给别人 这证明告诉你什么呢 神要在你的生命中 在做修剪挑战的工作 要扩大你服事的境界 不管怎么样能来到当中 你都能够接纳 你有一个慈父的心 慈母的心 在我的牧羊当中 无论老无论少 我都去牧羊 不管可爱不可爱 我都去牧羊 我知道这个人很多问题 我懂 有你麻烦吗 有 有些时候三更半夜 吃长都自己跑 难道我们要告诉你吗 我们还是做 为什么呢 因为神给我们这些羊 这些羊需要认识神 正如这边圣经告诉我们 难道他要这样吗 他里面也很苦 他里面也有很多问题 不知道怎么处理 他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但是当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 能够陪伴他胜过突破的话 有一天当他突破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这个生命 能够祝福熙熙多多的人 这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 神不会成为一个王公 王后 王子走进来教会的 不会的 你看主耶稣出生在哪里 主耶稣出生在哪里 在马朝里 最卑微 如果有一天 主耶稣伴上气概来到当中的话 请问你去接纳吗 你很臭耶 你出去 亲爱的 问我们自己 真的问我们自己 神把很多不可爱的人带到教会来 你怎么看 很多的忧义症进来 你怎么看 你能够把这个忧义症人带进你的家住吗 问问你自己 如果不能的话 不要去批评任何的人 你有没有鼓励这些人 谢谢你 我做不到你能够做得到 我要跟你学习 因为你立下了榜样 有多少位能够向言修起 有怜悯的心 有怜悯的心 当吴秀莲一个进来的话 我告诉你 戒恶连相都会进来 吴秀莲就是一个最严重的精神病 他能够把他借到他的家来住 所以我佩服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我的爱有这么宽大吗 让我们的生命活出来吧 如果你不能的话 你有经济的能力 你能够帮助的话 去帮助他们吧 恩典之家这么多年了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 有多少位说 秀琴姐妹 你需要 食物吗 你需要 帮助吗 还是你会自动帮助 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 不用等到人家讲 我们才做 严修琴不用人家讲 他去做 因为他有颗怜悯的心 去帮助这些 忧义症的人 亲爱的 爱是行出来的 爱是活出来的 爱不是用嘴巴讲 让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 活出神 让我们活出的生命来 使到这些人的生命 能够帮助许许多多的人 当他生命被改变的话 从卑贱 进入到贵重 能够呵护神使用 所以我们要 弃绝虚晃的辩论 不要与自认 有邪问的人辩论 如洗米奶和费力图 他们是离开道 真道 是异端 说没有复活 今天很多的异端 请问一下 你有根有记吗 如果你没有根没记的话 我告诉你 你不会去分店 洗米奶 在提摩太前书 一章二十节的 那人 那人 OK 提摩太前书 提地 他与亚历三大 丢弃良心 具有毁谤行为 保罗已经将他们 交给撒旦 在后书此处 又提到 他与非力图在一起 而且说 他俩的化如 越烂越大 越大到的毒仓气 他们说 复活的事已过 以致败坏人的信仰 洗米奶 虽然被保罗 教以撒旦 但他乃不悔改 继续他的败坏行为 和错误的教训 显然 他是一名 灵 还 不灵 知 错 不改的人 也许他从前 和亚历三大 在一起 现在 又和非力图 在一起 人事 从事活动 其目的是要 破坏 保罗 所建立 生理的基础 今天你在丰收教会 你是在建立 还是你在拆误 哎呦 某某牧师讲道不好了 我不喜欢 啊 这个讲道很好 我很喜欢 今天你是在做什么 你要像菲律宾 菲律宾 这样子吗 洗米奶 这样子吗 比较来比较去吗 你要成为公众 还是你要成为卑贱 今天当你听了这个道 我盼望你 行出你的生命来 教会是要被建立的 不是被拆毁 你拆毁了 对你有什么益处 问问你自己 有什么益处 因此我们要 去解辩论 因为所辩论的绝技 只有争辩 没有设计的益处 你也不要去拿 其他的教会 来跟你的教会比 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 就是因为你我不完全 来到教会不完全 如果你来到丰收教会 你觉得丰收教会 是你的教会吗 所以你要成为贵重的器皿 还是卑贱的器皿 如果你要成为卑贱的器皿 你就去猜咯 因为这些人在神的真道上 是无学问的 辩论的结果 争辩 没有设计的益处 亲爱的 当你所做的东西 你回归这里 有益处吗 有的话你大胆去做 没有的话 你自己去选择 去分辨 我要用最后的一个 蜘蛛的故事 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节制的动物 蜘蛛 蜘蛛是一种 生性残腹的 肉色性昆虫 它躲在阴暗角落 张起一张大网 吐射各种幼小的昆虫 它以同样的残酷的方式 对待自己的配偶 当熊 蜘蛛 跑进蜘蛛蛛 张网的 张却的网上 交配时 当他们交配完后 蜘蛛蛛 便趁机把它紧紧抱住 张口便咬 很快地 就把它 把这个熊蜘蛛 吃掉了 魔鬼一样 在世界每个角落里 图满着许许多多 形形色色的网络 这些网络 事情 金银宝石 蓄荣 权力 叫人沉迷在酒市 名利 等享受最终之乐 保罗 鼓励我们 要做贵重的趣 要自杰 分别为胜 逃避私益 要去杰 争辩的事 将沉迷在罪中的人 挽回来 这就是今天 你我所要做的 罪的东西 要去杰 要逃避 活住神的圣洁了 不要整天说 我软弱 我软弱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什么 你软弱你没有力量抵挡吗 去找清新 祷告主的人 帮助你怎么样胜过 帮助你怎么突破 因为你的耶稣死了 复活了 这复活的大能 复活的能力 要复辟在你身上 今天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们还在罪中 我们还在罪中享乐 不以为是 还在看色情 今天敬拜照片 哈利路亚 圣洁 圣洁 荣耀 荣耀 回到家 亲爱的 你自己去奔 分别出来吧 不要再活在罪中了 我们现在是处在 末世的世代 圣经怎么说 神要我们成为贵重 神不要我们成为卑贱 以前我们活在卑贱 我行我恕 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要怎么样讲就怎么讲 我要怎样活就怎样活 你吹吗 但是今天 你是神的儿女 当你是神的儿女 神要光照你 神要让你活出贵重 因为你是贵重的屈命 你是用神的形象 创造出来的 如果你是以神的形象 创造出来的 今天为什么我们 有我行我孙呢 亲爱的 不要再这样了 将你自己 线上成为活迹 让主来使用 让我们都站一起了 我带领你们一起的祷告 过后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复兴圣经 亲爱弟兄姐妹 让我们的生命 被上帝分别出来 不要再活在自我里头了 也不要活在卑贱里头了 因为我们是贵重的器皿 我们是精气 我们是赢气 我们是保守 今天上帝让我们做先制 我要成为贵重呢 还是我要成为背景 没有人能够逼你 是你的选择 你的既可牧翼有多少 你得着就有多少 如果你继续追求 所以为什么圣经说 在前的要在后 在后的要在前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追求 你远远大步 你信了主 一本圣经都没有 你信了主 你连祷告都没有到 有需要的时候 主啊 主啊 帮助我 主啊 不需要的时候 我行我输 我们跟以色列人 没有两样 我们整天笑以色列人 什么什么 让我们自审自洁 来到神明院去 我们的神是圣洁 神教导我们 要自洁 要逃避 要弃绝 弃绝不是属于神的东西 将你自己的生命被分别 恶服上帝使用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就说 教会的领袖 的眼睛 大stand 看不见我 我这么热心 他看不见我 今天不是 教会的领袖 看得见你 看不得见你 乃是上帝 看得见你 你有没有让上帝 看得见你 有的话 上帝把你 不需要人 真的不需要人 如果今天因为我服事 我需要头衔 我告诉你 你会击伤 因为你要头衔 神不要找一个要头衔的人 神要找一个谦卑的人 神在找一个能够跟神同工的人 不是做工的人 是跟神同工的人 今天你要跟神同工 还是你要做工 还是你要做工 你的选择 没有人能够逼你 无论你是在线上的 或是你在实体的 然后我祷告你 跟我一起的祷告 把你自己的生命献上给神 主帮助我 我要成为你贵重的亲 我要成为你的经济 营寂 宝石 哈利利亚 让我用方言来投稿 哈利利亚 营寂 营寂 哈利路亚 谢谢你主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今天你在对我说话 在大户的人家 有精气盈气 有木气瓦气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贵重的 主我要自杰在你的面前 我就能够脱离贵件的事 我要做你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觉 恶福神你使用 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教导我逃避 一切的私益 当我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我要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 我要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 和平 谢谢你耶稣 你帮助我 让我成为你的仆人 用温和 对待众人 善于教导 善于教导 纯心忍耐 用温柔劝绝 那抵挡的人 主耶稣 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 不管什么样的人来到当中 不管什么样的人来到当中 不论是顺服的 不论是不顺服的 主耶稣 你帮助我 不论是我讲话的时候 他不断地抵挡我的 主耶稣 你帮助我 教导我 怎么来引导他 怎么样让他感受到 你的爱 在我们的生命中 传血流露出来 圣灵 你教导我 当这样的人来到当中 给我你的耐心 给我你的温柔 给我你的慈悲 给我你的慈爱 给我你的同理心 怎么样的引导他 让他能够感受到 耶稣基督 你的爱 当他感受到你的爱的时候 你的光会光照 你让他悔改来到你的面前 主耶稣 帮助我们 成为你的好牧人 能够引导这些的羊 来认识你 来经历到你 主耶稣 帮助我们 成为你贵重的器皿 克服你所使用的器皿 克服你所使用的器皿 当该指责的时候 帮助我们 能够指责 能够指责 刚教导的时候 让我们 有智慧的来教导 有智慧的来教导 谢谢你耶稣 谢谢你耶稣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执教我们 执教我们 让我们从魔鬼的手中 让我们从魔鬼的手中 把他们夺回来 把他们夺回来 让他们的灵 让他们的灵 能够醒悟 脱离魔鬼的网络 谢谢你耶稣 在这末世的世代里头 我要成为你的贵重的器皿 成为传福音的出口 成为拯救灵魂的人 受伤的灵魂来到当中 给我你的能力 给我你的力量 怎么样包扎 他们的伤口 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 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 主耶稣 我要把我自己 我要把我自己 献上给你 让你来使用 在这末世的世代 在这末世的世代 让我的生命 成为贵重的器皿 成为光 成为眼 无论去到哪里 把你的福音广传到那里 黑暗的地方 成为光明的地方 咒诅的地方 成为祝福的地方 因为有耶稣在的地方 必有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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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耶稣 谢谢你耶稣 我们要跟你一起的同工 我们要跟你一起的同工 感谢你耶稣 感谢你耶稣 祷告奉耶稣的名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复兴圣节 主 求你复兴我 心中的一身 神迹 为我造情节 为我造情节的心 为我造情节的心 是我从心有正知的逆 主 求祢复兴我 心中的神经 将我分别为神 祝祢成贵拥有起 神的主啊 主 这就是祢要我们成为归众的心 谢谢祢耶稣 主啊 让我们一生活动 主啊 为祢而活 主啊 我不能吹祢的灵气 信入我们的灵的圣处 我们要成为祢有灵的活动 主啊 成为祢有灵的活动 主啊 无论我们去到哪里 主啊 都能成为祢的祝福 主啊 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是的 主啊 谢谢祢祢 主啊 这就是祢造我们的目的 祢用我们去死问明做祢的门处 主啊 这是祢当教会存在的目的 就是要把祢的呼应广传 主啊 求祢复兴我 主啊 光臭我们 成为祢劝 主啊 瑕疵我们的锁链 都要断开来 主啊 要断开来 谢谢祢 主啊 主啊 让我们重新有祢正直的灵 主啊 有祢正直的灵 主啊 让我们爱祢的那颗心被燃烧起来 不要再不冷不热 是的 主啊 让我们的心被很多东西挤住了 主啊 我要来到祢的面 我要祢能够打开我们心的美丽的决 光臭我们之地 让我们的心成为祢肉心 主啊 成为祢的肉心 而为祢圣灭 我将生命 谢谢祢 主啊 让祢的光 光臭我们 为祢不死 使得我们真的赤裙悲改在祢的面前 谢谢祢 主啊 我将生命 牵手帮着默契 一生出 друг 多少 与生命 你 全活动 一生出义彻灯 一生出义彼 一生出义彼 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我 为你呼吸 我将生命献上的错误 一生做你生日的祈祷 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主我们谢谢你 主你要我们一生传扬 你也是基督的生命 主我们感谢你 你是慈悲怜悯爱的主 主让你慈悲怜悯爱 不断的搅拌在我们的身上 使得主 使得我们的生命中 能够活出你的怜悯 活出你的慈悲 活出你的爱 主我们谢谢你 在这末世的世代里头 主你预备我们 预备我们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是流逝的 因为你告诉我们 被遭的多 险上的少 主我们要成为你被险上的人 主我们要恶福神你的心意 我们要恶福神你的旨意 主我们不单只是嘴巴讲 主让我们的行动行出来 活出你耶稣基督的样式 活出基督 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来 使得我们的生命 能够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 主让我们的生命 为你发光 成为明光照耀的生命 无论是在家庭 无论是在教会 无论是在工作场所 无论是在职场 主啊 让我们的生命 是为你发光的生命 让我们不成为被险的生命 主啊 让我们成为你贵重的群 因为你看重的 就是我们内里面的价值 因为你注重的 就是我们内里面的价值 主你让我们的心 完全的归向你 主今天我们不单是听一篇的道 主我们要听出你生命的道 我们的生命是要活出 你要活出贵重的生命 主啊 让我们生活信仰化 信仰生活化 让我们的耳朵 眼睛 嘴巴 都被你分别为事 让我们所说的 都是你要我们所说的 把一扎的门 放在我们的口中 主啊 不该说的 让我们不去说 上帝啊 帮助我们 让你 竭尽我们的口石 让我们的口石 被你来练经 被你来竭尽 因为你说 我们能不能够用口敬拜 赞美你 又用口去咒诅人 主啊 帮助我们 将我们的生命 被分别出来 活出 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来 圣灵 你是我们的元帅 你也就是我们的保卫师 你帅令我们 你引领我们 你指教我们 让我们一生活着 行在你的心里 行在你的旨意里头 让我们每一天 都跟你一起的来同工 谢谢你耶稣 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位 当他们各自要回到家里的时候 主啊 平安的天使 主啊 引领他们 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里 无论是在线上的 主啊 主啊 都与他们同在 主啊 无论身体上有病痛的 主啊 你按手在他们的身上 因你所受的鞭伤 主啊 女孩子们 领受你的医治 领受你复活的能力 谢谢你耶稣 祷告 奉耶稣的名 祈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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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天祝福以你们 以你们同在